4月18日刘志诗现身盛海出席眼镜活动 身着一身黑色连衣裙戴着边框眼镜 展现成熟女人的吃性美 婚后的刘志诗仍然少女感失足 也一直处于休息状态 时诗透露自己目前正在看剧本 但却没有放假旅行的计划 而这次盛海的行程恰好和老公吴奇隆擦肩而过 时诗表示已经习惯这样的节奏 并开玩笑说吴奇隆 有时候也不知道她去哪里 当然她之后还是透露 两人不用特地报备行程 因为去哪里都知道 很正常啊 很正常啊 是已经习惯像这样的一种节奏 对 习惯了 因为她上次也在说 说你们经常这样擦肩而过 是啊 她都不知道我去哪 是真的不知道吗 因为上次我们还说她可能是装傻 不知道你死在哪 就是你如果前一天晚上问她的话 她可能还知道 对 所以再早几天的话 可能不记得 对 你们不用互相报备一些行程吗 我觉得这不是报备吧 但是其实行程都知道了 不仅如此 诗诗也表示自己平时私底下不太爱化妆 出行都会戴墨镜 框架眼镜 帽子来装饰自己 而被问及吴奇隆最喜欢自己什么样子的时候 诗诗也是一脸幸福地表示 自己什么样子她都喜欢 摸紧 摸紧 框架眼镜 对 帽子 嗯 那 西龙是不是特别喜欢素颜的样子 还有什么时候呢 我什么样子她都喜欢 哈哈哈哈 爱奇艺 越想品质 酷 2 2 2 k 4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